我就喜欢非常满目的工作 从大一到现在 我做了很多的实习 有其他份 只要想到你就去做 你做了之后 你才会有感觉 然后才会一步一步地迈向成功 张峰 22岁 北京理学大学 包装工程专业 本科 大家好 我叫张峰 来自湖北黄岗 22岁 来自北京理学大学 大四学生 专业是包装工程 我的人生最密是比较丰富的 因为我的求职规划做得比较早 所以到现在做了很多的实习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市场公关 以及咨询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张峰 张峰老师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的平台 第一次来这个专业的同学 是的 包装工程 这个专业对口是干什么 有一个是做包装的企业 一个是用包装的企业 就是还是去企业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不做专业对口的工作呢 挺好的呀 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如果是做包装的企业的话 我可能不会去 因为我比较喜欢跟人沟通 跟人打交道 然后的话我就比较经常一去用包装的企业 所以说我是一直就是说特别想去保洁 但是这个机会没有给我 我投保洁就投了四次 我投澳美也投了四次 然后现在我叫美食企业 然后你投澳美投了四次 最后得到了面试的机会 对 而且我还投了很多一些其他的企业 因为我有很多的面试经历 所以说对于我的求职规划 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所以说因为我就是在大学里面 我做这么多实习 其实是想实现我的一些梦想 因为我想多去尝试多去体验 这样的话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 我的目标才会更明确一点 那你现在明确了吗 明确了 是做什么 市场公关和咨询类 好这样啊张峰 今天你是我们台上第一个 头脑还比较清醒的求职者 所以咱们呢 我就把问题问得再难一些张峰 好 我想让你把你学过的包装 和你说到的市场的概念 联系在一块好不好 好 你有没有做过功课 比如说斯凯勒的包装 我研究过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好 因为斯凯勒的话 这是你做过功课来的 我做过调研 我去的是中央村广场 这个调研的地方 我发现它的鞋盒 真的就很符合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它的鞋盒就是 整体的鞋盒 这个手提袋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就我就发现一个 就小小缺点 就是说 这手提袋 因为是连在一起的话 就是说拎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结实 所以说这个绳 肯定要做得结实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会发现很多的运输包装 就是这个盒子就非常的破 而且在卖场里面摆放的 非常的不好看 那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说运输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结实的一些 运输的包装盒 那可能成本就上去了 成本上去 它可以回收利用 可以二次利用 三次利用 而且就不要摆在卖场里面 就是不要影响形象 好 张峰是有备而来 今天他想求职的方向 是市场 公关 或者是咨询的方向 没错吧 来吧 各位提问 应届毕业生 我想问一下你 你对包装本身 是能够透露出这种营销的 这种概念在里面的 你刚刚拿了一个例子来举 但是我想听一下 你对这个包装跟消费者之间的 互动在营销上 你是怎么理解 好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平时逛超市 就一次性塑料袋 就那个包装 然后它会 下面有一个使用步骤 一二三四 然后反面有一个 环保的步骤 一二三四 然后它色彩非常的鲜艳 上面有很多蔬菜水果 然后我当时就拍了很多照片 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 看到你这儿有一个说 自己最理想的工作是去外企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这种理想的工作 是因为我 因为我准备求职规划比较早 当时就是说身边的人 大家都说外企好 然后我自己也 因为就是比较 在国企的话 也有过实习经历 然后完全没有事情做 流程比较硅 就是比较僵硬化 所以说 然后但是外企的工作压力很大 我喜欢非常忙碌的工作 然后我喜欢 我希望身边的人都可以是我的导师 然后就是说还可以用上自己的英语 你这样张峰 长时间的一次又一次参加各种各样的面试 把你面试好了 也面试坏了 面试好的地方是 你真知道怎么回答问题 面试坏的地方是 你回答的问题真没技术含量 你刚才在回答陈昊的问题的时候 你现在辛辛苦苦进了澳美去实习 如果今天你去了优胜教育 澳美告诉你 来吧姑娘 可以到我们这入职了 我毫不犹豫的告诉陈昊 对不起 谢谢您 再见 我去澳美了 开什么玩笑 你呢 就是太想给所有人 还是太想给所有人留下好印象 我问你一句话 你之所以到这里来 因为澳美已经给了你一个实习岗位了吗 你是担心被刷掉吗 不是 是因为我澳美是最近才去的 澳美如果你入职转中的话 会给你多少待遇大概 好像是两千多 我宁可出 我会对澳美想要的人出三倍的工资 但是我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你刚才说了 你会考虑民营企业 你也说了 如果我们还可以的话 你不一定会短期内就选择跳槽 是这样吗 对 我的第一份工作一定要干满三年 那你希望给你提供这份工作的民企 给你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我是想就是说 给我很多工作 我真的不怕辛苦 我加班到十二点的经历 然后就是说 这样的话我的责任会很大 我会觉得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挥出来 咱们先用 先第一印象一下 好吧 先把你们的第一印象 用离开还是继续的方法来表达一下 这是张峰的初步印象 去或者留 选择 直接离开 变成为我 那个你是我上分以来第一个包装工程专业毕业的这个学生 就是从你这个包装这个专业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像你这个年龄的人 你可 你想想看这个毛巾上要做哪些包装上的改良 比如说他上面有一个母亲小孩这样的话 一个很爱心的一个家庭 然后这 你就会有可能影响你 对 就是触动我心里的一点 这个是叫品牌的消费者诉求点 哦 你的互联网公司不是卖产品的 我们有包装吗 你觉得 因为我记得我问过微软一个一下 一个这么一个问题 我说你们找我们专业的人去做什么 然后他好像是告诉我说 有些东西需要设计 然后需要我们专业的人 然后可能他们也会有一些产品 然后也会需要包装 我觉得这样啊 张峰你是学这个专业的 然后你又对营销这么感兴趣 其实我期望得到一个更高明的回答 其实互联网 每一个和用户的接触点都是包装 一份email 你的网站的界面 对吧 你一次 一次 包括我来参与这个节目 其实都是一个包装 对 其实如果说你 你真的这么感兴趣的话 你应该能整结出这些点来 好 对 来 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因为我是在座的 可能是唯一来自这个 外国企业的公司 这个代表 是吧 那我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 也可能就有一定代表性 就是你是怎么看待 这个外企和 这个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这个民企业 我觉得民企的话 可能会比较符合我的一个 就是期望 还有我的一个气质 因为我希望去民企里面 就是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得到的断面会更多一些 接触的面更广一些 我是这么看待的 十一位 现在到了大家做出判断的时候了 去或者留 选择 太虎离开 选四离开 王威 王欣 现在场上一共有五个人离开 有七位留下来 你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 你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完美 所以今天面对着民企 你当然会说 我面试的时候 我一定要来民企 如果你要是去外企面试 有外企问你这问题 你也会说 对 我要去外企 所以当别人问出这问题的时候 实事求是 老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不是 我心里确实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回避不了张峰 我为什么刚才说的那话 你说没有 我说你什么你都说没有 我说你太想让所有人都满意 你说没有 我说你太要求完美 你说没有 我就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 人要纯真实实是件很难的事 我不是老板 但是我把男性话我说出来 如果是我 我离开了 我离开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完美是一件让人乏味的事情 对 我觉得一个感受 就是有点像这个职业面试者 就是始终 咱俩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想打动我 但是没打动我 所以我别登了 但是所以我建议就是看你能打动谁 你知道 就是你如果是人事经理面试里 你会通关 人事经理都能通过你这一关 你就是职场新人 对 就是新人 我是新人 对 我非常谦虚 我特别希望 不是 你就是 我应该的 我收回我说的话 好 来吧 七位 说你们的职位 是我们全国家盟中心的高级管理培训生这么一个岗位 好的 来 斯凯乐 给你的职位是市场部的 然后主要是负责品牌的推广 但是肯定会参与到包装的工作 好 市场专员负责品牌的推广 也会参与包装 来 列聘网 列聘网也能够offer你一个市场这样的一个职位 好 去学习做 如何做品牌营销和推广 好 市场专员主要方向是品牌营销推广 我爸同程 金波 我能给你的岗位是市场专员 如果说你愿意进入互联网行业接受挑战的话 我爸生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来 杰利亚 我提供给你的岗位是我们产品研发中心的包装设计的专员 好 来 伊利诺伊 那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也是这个市场专员 但是可能就是跟包装特别有关的 视觉啊 味觉啊 所有的这种感觉的来提升品牌的形象 物物BBS 我给你的职位是那个媒体公关专员 多说一句 就是说物物BBS它不是私企 然后它是08年被哥伦比亚公司收购 我们是有外企背景的 而且我们每年呢会选我们集团非常优秀的应届的毕业生 然后去美国总部进行培训 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讲 就对于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五盏灯 再见海南 虽然再见 再见进播 代科宾 陈浩 有五盏灯被灭掉 其中包括雄心壮志的陈浩先生 和现在 没关系 我这个待遇是对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讲 只要是有同等能力的五千底心情 好 躲回黑暗去舔伤口上的血 还有人要冲出来吗 不是 我特别好奇啊 这个张芬选择的逻辑是什么 待会跟大家讲讲 好 行了 躲回黑暗舔血 因为我不太就是 有过规划就是不太想进互联网企业 然后 因为他会有这么就是一个媒体公关 然后我觉得就是 可能就是我觉得又可以做市场 应该所有企业都有媒体公关 所以各位 各位稍等稍等稍等 他还有去美国的一个机会 而且他有外企背景 所以张峰还是应接生 张峰在分析判断问题的时候 还是应接生 包括做选择的时候 私企又有外企的背景 又能去美国 又能做公关 还能做市场 就因为这样的原因留下来 这就是你还是张峰 不能什么都要啊 当然当然 你留下来两家 我不是说这么两家不好啊 两位 谈钱不伤感情 曾总和余总 曾总请问 您这边的对应接生的薪资 大概是多少呢 我这边可以给你提供住宿 然后薪资是4000 谢谢曾总 余总这边呢 我这边可能不能给你提供住宿 但是我的薪资是5000 而且我们有好的绩效机制 还有提成是吗 对因为我们的 我们就是我们公司是进行全员的绩效 思考一下张峰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斯凯乐 还是55BBS 还是选择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斯凯乐 还是55BBS 还是选择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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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所调 这逻辑我更看不懂了 就这样的 他在那个公关去澳美 他的职业规划未来是 现在可能三倍 未来一万底星发三倍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杜总第一个就灭了我的灯 他觉得我可能不会放弃澳美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 希望我去澳美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就是说 可能澳美这边可能机会就是会 对于我来说会更好一些 什么叫当局者 为什么最后我要送给小夕 曾花 麻烦你们当局者也轻一些 要看清楚求职者的能力 也要看清求职者的诉求